10月30日巴以冲突进入第24天 截至目前 本轮巴以冲突 已至双方超9830人死亡 当地时间30日 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在加沙地带内 展开军事行动视频 加沙师指挥官阿维罗森·菲尔德表示 以军正在全力攻击加沙地带 他表示这将是一项持续而复杂的行动 当地时间10月30日 哈马斯媒体办公室负责人 萨拉玛·马鲁夫透露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 加沙地带已有22万户住宅 在轰炸中受损 3.2万座建筑完全被摧毁 其中包括47座清真寺 以及7座教堂 此外 在过去三周内 还有203座学校 和80个政府办公地点被摧毁 阿拉比亚电视台当地时间30日凌晨 原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发言人的表态报道称 以色列坚决拒绝停火 因为停火是哈马斯所希望发生的 该发言人同时表示 以色列军队并不计划长期停留在加沙地带 将在保证哈马斯被打败后撤出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地时间10月29日表示 不可接受的军事和武力解决方案 导致了当前的局面 并且很有可能发展成一场地区性 或者是全球性的冲突 阿巴斯表示 八方反对将巴勒斯坦人 担出他们的家园和土地 无论是在加沙地带 约旦和西岸 还是耶路撒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